2022桃園國際版畫展以跨媒材與版印形式 展現版畫藝術的多元面貌 即期到5月1號會在桃園展演中心一樓來展示 展覽期間的週末假日也會舉辦時長的講座 以及版畫工作法 邀請民眾依然版畫藝術豐富多邊的形式 版畫其實它其實是有一個複製的功能 我們會看到說 其實你仔細觀察這個畫作上面 其實它會有數字去代表它這個畫作印了幾版 這個可以大家在看畫的時候來做觀察 那第二個就是說呢 我們在這個版畫 其實它在文創的應用上也非常的廣泛 我們知道很多像我們提的手提袋或者是帆布袋 都可以透過版印的方式來把你喜歡的圖案印在上面 那包括今天我們在現場的這個展場裡面 也有一些相關衍生的文創商品來做展示 師傅也說明近幾年來 桃園陸續舉辦了國際水彩展 茶椅陶藝藝藝術展等展演活動 不斷提升城市的文化力 透過活動也可以讓更多人發現到 桃園在地優秀的藝術家 我們是希望能夠培養一個城市多元的文化力 那市民的審美能力也可以提升 那也可以讓藝術家們做更多的交流 那桃園累積的這個展覽 有幾個已經是成為代表性的展覽 像國際水彩展 像茶椅陶的對話 像今天的國際版畫展 都是很棒的展覽 我們希望能夠培養城市的文化力 也歡迎大家在這個 這個疫後能夠多來參加 展臉中心的這個國際版畫展 展出超過300件的版畫作品 期盼市民朋友可以親近賤賞藝術 讓內在心靈有感動與悸動 並在藝文活動逐漸恢復過程中 看到桃園的文化力 記者林樂峰桃園傳播到